嘉義縣中埔鄉有一對夫婦 兩人閒暇之餘喜歡創作手捏壺 不仰賴機器 運用雙手打造出一個個屬於他們的作品 做手捏壺大概時間應該在將近25年 其實最早玩陶藝 並不是從手捏壺開始進 是從嘉義比較出名的膠質陶 然後進到一般的陶藝手拉配 後來因為發現手捏壺這種東西 它有它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就一起進到這個手捏壺的世界裡面 在我的作品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大自然的這一些紀錄 因為先生都是做樹段壺比較多 風格不一樣 要有一點區分 所以我的大部分都是做圓形的 手捏壺依賴雙手塑形 沒有機器的輔助 少了工整的弧度 卻多了一份溫度 基本上一把壺的話就是 這個壺身嘛 壺身 壺嘴 手把 再來壺蓋 壺蓋的話要有一個 這個我們叫牆 那這一個部分是牛 一把壺的話就是 我們這一個壺嘴 我們這一個位置叫做瘤 你要瘤 一定要讓它有順暢 這樣在出茶湯的時候 它不會有 有 主色的現象 一般量產的東西 在手捏壺上是沒有辦法 像我們在講 拉胚啊 還是壓模 灌漿啊 這種東西它可以很快速大量生產 那手捏壺因為它就是靠雙手 然後慢慢點點滴滴做 所以基本上它的產量啊 都非常的稀少 每一支作品都是世界唯一 製作手捏壺耗時耗力 需要耐心的長時間專注 除了培養耐心 謝定士與蔡立華同時也在創作過程中 得到不一樣的體悟 在燒烤過程裡面 當然它不是說百分百的成功啊 在早期會很作者 但是會慢慢的慢慢的 當然技術上也比較成熟 也比較能接受說 東西在製作過程裡面 它一定會有它壞掉的程度 那相對在這個過程 也對自己的生活的磨練啊 對事情的看法會有所改變 謝定士與蔡立華 對創作的堅持和執著 親手打造了一個個賦予情感的茶壺 文化需要被保存 手捏壺工藝需要更多人投入創作 將這份溫度繼續傳承下去 中正一報 杜明 李萱萱 嘉義中譜報導